大家好,我是苏苏 最近我刷到了好几个在日本的视频博主都在聊一个话题 就是日本的夫妻他们为什么分床睡 我当时就在想,分床睡有什么可惜汉的呀 日本好多夫妻他们住同一个屋里还不见面呢 前几天我们公司部门聚餐的时候 部长就跟我们聊起了他的风流往事 他从20多岁刚毕业就结了婚 一直到现在差不多60岁了吧 可是他下了班能够马上回家的次数 估计一双手就能数得过来 他跟我们说啊,年轻的时候 他几乎每天下班都会跟同事去喝酒 而且经常一喝就喝通宵 连家都不用回,第二天直接就去公司上班了 说实话,日本人的这种职场酒局 我是真的有点看不懂 咱们国内喝酒啊,应酬啊 很多不都是为了陪客户谈生意吗 可是日本人他们下了班去喝酒啊 基本上都是跟公司里的同事 哎,我就不明白了 每天在公司上班时间已经够长的了 天天都面对这些人 为什么下了班还想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喝酒呢 不觉得腻吗 我们部长还跟我们说啊 因为从结婚开始 他其实在家的时间就特别的少 家里所有的大事小事都是他老婆在管 他也不怎么过问 所以他跟家里人的沟通呢 其实也非常的少 后来等到他五十多岁觉得说下了班想回家的时候 他突然间发现他在家里面其实跟家人也没什么话说 反而感觉在家里特别的不自在 还不如下了班跟同事们去喝酒呢 哎,我听这话怎么感觉那么凄凉呢 不仅仅是我们部长 我看我们公司那些跟他差不多年纪五六十岁的老头 几乎可能都跟他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这帮老头他们到现在都是下了班就一起去喝酒 有时候经常都会喝到夜里两三点才回家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觉得这帮老头也太有劲了吧 而且他们这帮人凑在一块喝酒都喝了三十多年了 感觉比起他们的妻子孩子 估计他们对彼此才是真爱吧 话说回来 他们这样整天大半夜才回家 这不分床睡可不得神经衰弱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